張義仁議員 不過特首今天我不是想問你這個問題 我想說回近日社會氣氛大家有目共睹很緊張 不少市民也擔心這個會損害議會的運作 其實大家都看到議會運作是受到損害的 如果影響到一些重要的法案和撥款的申請 大家都不想見到 除了議員應該沖繩合作 確保議會不會被癱瘓之外 我覺得政府也應該配合 我想問行政長官 以後會不會督促在法案申請撥款等項目 提早交給立法會審理 以免堆積到暑假休會前的數幾個月 折禮呢 在本會有更多時間討論 審議我不是針對你這個政府 其實在我做了14年的立法會 每次四五六月就逼了來 就說麻煩你搞定它 我亦都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時會因應到議會進度 作出一些彈性一點的調動 如果遇上上次的東北撥款 爭議性大的 避免影響其他項目 可不可以由政府主動 將爭議性低民生關係大的撥款 申請調遷 讓財委會盡快審議和通過呢 財務局長官 主席非常多謝張仁議員的建議 任何有助於 政府和立法會之間的工作更加暢純 使得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議 尤其是涉及民生 香港經濟發展的建議 早又獲得通過 因此可以在社會上落實 我和特區政府非常願意聽 我知道 政務司司長 以至到我們各個局的局長 在這些問題上 都經常和立法會有聯繫的 所以 張議員和其他議員 如果在這方面還有什麼好的建議 我們十分十分願意聽 但是就今次 在立法會 因為拉布 而造成個嚴重塞車的問題 我們在政府裏面也多番考慮過 我們有沒有需要將某些項目調動一下 到最後我們決定不這樣做 主要的原因就是確實 在清單上面的二十幾項 政府提出的建議、舉措、法案等等 我們真是 不能夠做什麼調動 因為每一項都十分重要 大家知道不重要的東西 你不需要拿來立法會 因為立法會是我們政治體制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份 如果我們調動的話 會不會造成其他一些問題 這也是難講的 所以 下去 我們不是說 因為今次我們不敢做 以後我們都不敢做 但是我們確實 是很希望能夠和立法會一齊 我們能夠將 在施政報告裡面 以及在政公裡面 答應了大家的 能夠盡快落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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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